做念弥陀身后时 身体会恒自然随着左右摆动 会不会恒不尊重 尤其是昏尘时 晃一晃似乎能提醒 但共修等会不会扰乱别人 这要看当时的环境 看当时的环境 你的动作不太多 不太大 大概对于临坐的同修不会产生妨碍 如果动作太平凡了 太多了 你扰乱之虚 在这个时候 你可以退出 外面走走 调调心 调调身 然后再进念佛堂 这样就好 好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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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